台九县南回公路拓宽改善后续计划 第三次环境影响差异报告 第三次专案小组出审会议 公路总局提出 拓宽香兰道经轮段节湾取值 路线长度预计缩短约630公尺 民国107年中通车 台东到屏东将可省下30分钟车程 开发单位表示工程进度如期 但是为了缩短工程开发时的运输时程 选定大五乡大竹村以及达仁乡森永村 增设两座工地形预办混泥土厂 用地调查确认是私有原住民保留地 我们会请当地的厂商部分 去跟私有地的原住民土地的所有权能先租用 租用起的部分起码以后 我们整个土地会把它恢复原状 恢复原冷的样子 临时预办混泥土厂开发单位表示 是私有原保地计划将依法租用 工程完工后拆除复原 环品委员指出 半合厂的量体规划 土砂的堆质场所 当地生态调查 环境影响评估必须量化说明 比如说你沙水一天沙一次或两次 那这个就代表你能够这个房子空气忽然吗 你沙水量多少 这个效果是最重要 不是说你做了几次 一天沙水几次 这个地方问题是周边的环境的一个保护 周边的一个从这个环境的一个 一个不相同的状况 完全都看不到 包括你这边未来也没有做围理 防疫座等等这样的一种考量 包括这个地表净流水 也没有做成 他自宏的一种光顾东西 都没有看到 环保署10号审查台九线 拓宽专案环差分析 环品委员认为 开发单位已经进行生态调查 厘清原住民保留地等疑点 决议出审通过 记者曼拉斯五六岛秀台北市采访报道